正在四川指导抗震救灾工作的 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 17号晚在成都连夜召开会议 听取抗震救灾工作汇报 研究部署下一步抗震救灾工作 胡锦涛在讲话中强调 目前抗震救灾斗争形势依然严峻 任务艰巨、时间紧迫 正处在刻不容缓的紧要关头 灾区各级党委、政府和中央各有关部门 务必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决策部署 把抗震救灾作为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 以更加顽强的精神、更加迅速的行动 更加密切的配合、克服一切艰难险阻 坚决打胜抗震救灾这场硬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回良玉主持会议 四川省委书记刘启宝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 先后汇报了四川当前抗震救灾工作情况 和部队支援抗震救灾工作情况 在汇报过程中 胡锦涛详细询问了灾区粮食供应、伤源救治、水库安全等方面问题 并就解决这些问题,作出重要指示 听取汇报后,胡锦涛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指出,这次发生在四川、汶川等地的特大地震灾害 其破坏之严重、人员伤亡之多、救灾难度之大 都是历史罕见的 抗震救灾工作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困难局面 几天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坚强领导下 在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直接指挥下 抗震救灾正在有力、有序、有效进行 郭锦涛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向英勇顽强的灾区干部群众 向为抗震救灾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民解放军职战员 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和公安民警 向全力救死扶伤的广大医疗救护人员 向不畏艰险、深入抗震救灾第一线采访报道的新闻工作者 向无私援助灾区的各地区各部门和全国各族人民 表示崇高的敬意 向支援我国抗震救灾的外国政府和国际友人 表示衷心的感谢 胡锦涛强调 要继续争分夺秒的搜救被困群众 抗震救灾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抢救人民群众生命是首要任务 必须继续作为当前抗震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 只要有一线希望 只要有一点生还可能 我们就要做出百倍努力 要在救援队伍进入所有乡镇的基础上 尽快进入所有村庄 排查每一处倒塌房屋 竭尽全力搜救被困群众 胡锦涛指出 要全力抢救伤员生命 医治群众病痛 切实保障灾区医疗急救物资供应 及时将部分能够安全转移的伤员 送往外省市条件较好的医疗机构救治 同时要切实做好灾区卫生防疫工作 确保大灾之后无大意 胡锦涛指出 当务之急是要组织精兵强将 克服各种困难 在最短时间内恢复通往重灾区的道路交通 确保抢险救援人员 设备和受灾群众急需的生活物资 能够及时运进去 确保受伤群众能够及时得到救治 要严密关注阵情 避免造成新的损失 要加强对他方 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监测和预防 确保水库大瓦等重点设施安全运行 防止发生次生灾害 要在做好当前抗震救灾工作的同时 及早谋划恢复生产灾后重建工作 尽快研究制定辅助措施 帮助受灾群众重建家园 胡锦涛特别强调 要切实加强对抗震救灾工作的领导 要建立强有力的指挥系统 加强协调科学调度 强化责任严明纪律 地方部队及各方面救援力量 要实行统一领导统一指挥 有序推进救灾工作 要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作用 建立健全强有力的 市县乡村抗震救灾领导体制 确保中央抗震救灾决策部署 落到实处 要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 战斗堡垒作用 各级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 和广大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这场特大地震灾害 是对党员干部最现实 最直接的考验 各级领导干部 一定要把人民利益 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 挺身而出 身先士卒 靠前指挥 到灾情最重的地方去 到困难最大的地方去 成为群众的主心骨 胡锦涛最后说 中华民族历来具有 在艰难困苦面前 不屈不挠 团结奋斗的光荣传统 只要全党 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 众志成城 顽强拼搏 我们就一定能够克服各种困难 夺取这场抗战救灾斗争的全面胜利 会议结束时 胡锦涛特意走到 来自抗战救灾一线的部队指挥员们面前 同他们一一握手 勉励他们带领部队发扬我军 不怕疲劳 连续作战的作风 在抗战救灾斗争中 再立新功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王沪宁出席会议 说道路 谢谢大家